有媒体爆出恒大汽车陷入了欠薪裁员的事情 目前恒大汽车方面并没有回应这个事情 可是恒大汽车交付了第一批的恒池5之后 目前并没有扭转整个市场对恒大的信心 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进入了白热化 现在恒池5在市场的竞争力并不能说是太强 想要大量销售是非常忙的 恒大汽车如果真的要出问题 那么大输家并不是许家印 而是刘鸾雄的妻子甘比 恒大汽车的大股东是恒大集团 并不是许家印个人 恒大虽然负债2万亿 但是在最新的财富榜上 许家印的个人财富还有300亿 另外许家印这些年从中国恒大上市公司 已经拿了几百亿的分红 可是对于恒大汽车的那些股东就不一样了 2021年的时候 恒大汽车进行了一轮规模庞大的融资 他们从两位个人投资者 跟四个机构投资者身上 总计拿到了260亿元的投资 其中刘鸾雄的妻子甘比 个人投资30亿港币 这可是甘比从私人口袋里面 掏出去的真金白银 当时恒大汽车还没量产 可是市值已经飞涨 这次融资 恒大汽车是按照前后五个交易日 折价8%引入甘比等人的投资 甘比投资之后 恒大汽车市值一路暴涨 甘比的这笔投资 曾经账面上盈利几十个亿 可是当时甘比并不能套现 也就是说 虽然账面盈利几十亿 可是甘比却不能套现 之后恒大资金链出问题 恒大汽车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市值不断暴跌 甘比持有恒大汽车股份 也是损失惨重 对于恒大汽车的股东来说 他们肯定希望恒大汽车可以量产 以挽回目前的局面 可是如今恒大汽车也撑到量产了 可是市场并没有对恒大汽车 恢复信心 目前恒大汽车的市值 只有300多亿 巅峰的时候 恒大汽车市值高达6000多亿 对于甘比这些股东来说 如今恒大汽车最好的命运就是卖身了 可以引入一个有实力的新控股股东 或者是按照资产的估值把公司卖了 那么甘比等股东还可以捞一些钱回来 如果要靠着恒大汽车推出产品 来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 确实非常难 第一个恒大汽车目前很难推出革命性的产品 除非恒大汽车跟比亚迪一样推出可以改变市场的刀片电池 不然恒大汽车很难改变目前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比亚迪也是在这个领域积累了20多年才有如今的成绩 可是恒大汽车才成立了几年 很多技术都是靠收购而来 肯定无法跟比亚迪一样 对于甘比来说 恒大倒下也是让它损失惨重 因为它个人跟华人之业 不仅仅在恒大汽车有股份 而且在恒大物业 中国恒大都有股份 如今恒大全系市值暴跌 甘比持有的股票损失惨重 对于甘比来说 它战胜了刘鸾雄的儿子刘明伟 成为了华人之业的接班人 可是一接手公司就遇到了这么多麻烦的问题 确实也是很难处理 恒大跟华人之业合作多年 刘鸾雄跟许家印的私交也是不浅 甘比最初也是表示支持恒大 可是很快 甘比就把中国恒大的股票几乎都清空了 虽然损失了近百亿 但是好歹捞回了二十多亿 对于甘比来说 它其实没什么从商的经验 它之前是记者出身 后来当刘鸾雄的助理 之后它就成为了刘鸾雄的女朋友 更多时间它都是陪着刘鸾雄 为刘鸾雄生儿育女 不过刘鸾雄倒是很有魄力 选择把公司交给了甘比 而不是交给自己的儿子刘鸣伟 刘鸣伟跟甘比一样大 虽然他的能力不算出众 但是至少他在华人之业工作多年 经验上还是足够丰富的 不过刘鸾雄最终还是让刘鸣伟自己出去闯荡 让甘比来接手公司 甘比也说了 现在刘鸾雄都不管公司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如果自己不请教他 他是不会开口的 或许对于刘鸾雄来说 如今好也罢不好也罢 他都是让甘比自己去磨练 毕竟刘鸾雄比甘比大很多 以后这些问题早晚都是要甘比自己面对 如今他自己还在 还可以在后面帮着 如果现在不放手让甘比去做 以后自己不在了 甘比就更难了 当然甘比虽然投资恒大亏了不少钱 但是对于刘鸾雄来说 至少还不会伤筋动骨 毕竟刘鸾雄身家至少是2000亿以上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